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四十五节到后面 那我们就可以今天结束 即便这样 犹太的那些领导们还是不相近 所以参议们没有去抓耶稣 虽然他们被派去抓耶稣 但没有人下手 所以他们就回来了 参议回来以后 祭祀长和法利塞人就说 你们为什么就把他抓来 他一说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人讲话 像他这样带着power 带着能力 我们都不敢碰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这是多么给力的一个见证 灰井在纽约 纽约很乱 包括我在路人街很乱 但是我告诉你 打的也好 砸的也好 抢的也好 他可以打别人 砸别人 抢别人 他不敢打我们 砸我们 抢我们 他连碰我们都不敢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身上 他们能看到权力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现在特别要讲的 我这个中国也是一样 中国因为经济持续不好的话 中国的社会也会 也会治安也会不好 也会治安也不会不好 所以在动荡的时候 在暴乱的时候 在动乱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去想一件事 我们去想一件事情 即便今天很多年轻人都上街去打去砸去抢 请你告诉我们教会的人会不会去打去砸去抢 不会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圣灵 我们里面有对神的敬畏 我们不会做这些恶事 阿们吗 那问题来了 那什么人去打去砸去抢呢 去打去砸去抢的人 一定是里面有邪灵的人 里面有邪恶的人 他里面有邪灵 OK了 他里面有邪灵 我里面有什么 圣灵 他里面有邪灵 我们里面有什么 圣灵 他里面有邪灵 我们里面有圣灵 他去砸别人 打别人 抢别人 他不敢打我们 砸我们 抢我们 有信心的人说 阿们阿们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君 所以在纽约的王辉 你怕什么 在洛杉矶的毕特 从来不怕 我们 我们 我们去 我们 我们现在 今天又有人给我送口罩 说不是啊 你老贱人 你也不戴口罩 来我给你送口罩来 我说你送别人吧 你给我我也不戴 后来那个人就找了台阶下 说你可以不戴 你给别人行不 你贱人多 我说行那可以 所以今天 我没有什么怕的 我怕什么 连那个 新冠病毒 看见我都要绕开 pass over 月节 看到我要绕过去 所以今天 听听亲爱的姐妹 这是我们的信仰 这是我们的信心 这是我们的生命状态 所以耶稣是一样 祭司长 文师派了好多 要去抓他 结果人去了 一听耶稣一讲话 结果就服了 服了以后就回来了 空手回来了 所以 这个祭司长 文师 就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把他抓来 这些柴医们也很实在 就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 因为他讲话 但是能力 我们都不敢去碰 所以 昨天我去 我就在那祷告 他们 这些美国人 都不认识我 我们就先一开始 先聊聊天 然后我们一祷告 我一张嘴 圣灵就降下来 然后有一个人就 就对这个很熟悉 他知道 神的同在很强 他自己立马就跪下来 然后昨天我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又有很多的见证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如果我 我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请你告诉我 谁会打我 谁会砸我 谁会抢我呢 红烈也是一样 红烈我们 我们开出以后 我现在先把工作任务交代下去 开出以后 继续带着李富强 员味 这个你现在那个团队越来越多了 那几个 那几个 这个光明市场的人 围着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市场祷告 敬拜赞美祷告 敬拜赞美祷告 开出以后 市场可能会 又有些动荡 我告诉你 我们就每一天祷告 动荡是别的 平安是我们的 阿门吗 所以圣经在耶稣降生的时候 天使天命下来唱什么 说在至高地 荣耀归给上帝 在地上呢 平安 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所以动荡是别人的 平安是我们的 所以为什么人要信主 因为你不信主 你就回来动荡里面 那信主就得到主的平安 所以今天传非一点都不难 难的是我们没有神的能力 然后却传神的福音 所以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 当我们真的传福音 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 这个福音就好传了 所以重点不是我们给多少人传了福音 重点是我们自己 真的有多么相信福音 福音是神的大能 哈利路远 所以参与你们这样一讲 法利塞人不明白 法利塞人说你们受迷惑了吗 官长和法利塞人怎么能信呢 我们是不信的 你们不明白律法 所以你们被咒诅 哎呀看到这段话 我就相信耶稣的另外一段话 耶稣说你们如果真瞎了就好了 你们真瞎了我就不定你们罪了 因为你们说你们没瞎 你们说你们没瞎 你们居然看见我不认识我 所以这才是你的罪 你们说你们没瞎 你们看见我 你们不信我 这才是你们的罪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也不知道该跟你们说点什么 我是想说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就是常常祷告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很多事情你不要以为你看见了就明白了 你看见的不一定是 事情的真实的 就好像十二个探子进到加拿地 他们看见的是什么 对方很高大 对方很强大 但是这不是真实的 真实的是他们再高大再强大 上帝把他们交代 犹太人的手里 以色列人的手里 所以十个探子被看见的所迷惑 而另外两个 他们另有一个心智 他们相信神 相信神的应许 所以今天 今天不是百姓被迷惑了 而是百姓真的看见神了 被迷惑的法尔斯基业文士 这些官长 有人清楚 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神的选民 在文士 在法利赛人 在基督掌中间 也有一个人叫尼格蒂姆 他以前已经去过耶稣 他已经听过耶稣教语 所以他就替耶稣做个辩护 他辩护是这样说的 说不听本人口供 也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的律法可以定他的罪吗 所以今天 我们身边有一些专业人士 也是好事 就好像 我讲完了 因为我讲的有点超自然 一般的小脑袋理解不了 这时候灰姐在旁边 用这些 这些 读过书的 上过哥伦比亚大学的人 能理解的方式 再给他们讲一讲 或许他们明白 所以呢 这个尼格蒂姆 他就从这个法律的角度 那因为他们都是律法师 他说那要定一个人罪 第一 我们要听他口供 第二 我们要有证据 知道他做的事情 这些都没有 我们就定罪 这不对吧 所以这个 这些文师 这些犹太首领 还是不相信说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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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也是伽利利的吗 那你 那你 那你去去查考 伽利利利是没有先知的 伽利利利没有先知 是事实 但是 耶稣出在伯利恒 也是事实 所以你由此可见 这些犹太人的官长 他们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我下个礼拜 我再跟大家讲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我今天就讲到这 那 所以有很多时候 我们只知道 一点 我们不知道后面 哎呀 所以 我下周再讲 我自己 就好像 就好像有的人羡慕我们教会 我们教会真好 这疫情期间 你们还能上酒吧搞活动去 你只看见表面了 我们活动搞得很热闹 你没看见背后 有多少人的付出 我们祷告区 每一天有人在祷告 我们的同工区 每一天在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 所以才会有那一个非常好的圣诞节活动 所以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所以今天我希望慢慢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平静下来 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更多的被神打开 然后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一个事物 客观的 真实的 然后让我们得出结论 我们也是讨神喜悦的 而不是片面的和偏见的 我们拒绝片面 我们也拒绝偏见 所以我想这些年很多人对我有偏见 对我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我不放在心里 是因为我很清楚 他们只看见了我外面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他们不知道在我心里面神跟我的一个互动 我被上帝折磨的时候 有多少人看见 我被上帝大大使用的时候 你看见了 我被上帝折磨的时候 有多少人看见 神被了训练让我谦卑 神被了训练让我圣洁 实在我身上做了好多的工作 所以今天我希望弟兄 我希望姐妹 慢慢的就多多的来到神的面前 然后从神那里 我们领受启示 我们领受智慧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领受知识 知识跟启示放在一起 就是又有一又有二 而不是以前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感谢主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花时间来祷告